第31題 立威坐捷運時 列車以某個等加速度進站 停靠月台等旅客上車後 再以另一個等加速度加速離開月台 請問以列車行駛方向為正方向 下列何圖最能代表當時列車的速度V 時間T的關係 我們看到題目說是一個等加速度 所以VT圖畫出來就是一條斜直線 它要進站要停靠 要變成零碎 可以開始的時候有速度 然後會變成零的一條斜直線 然後停靠的時候是沒有速度 所以速度是零 最後在另一個等加速度加速離開 就表示它是從零出發的一條斜直線 而且它們兩個方向都是一樣 列車行駛方向為正方向 所以都是為正的 所以我們要一個開始的有速度 然後一條斜直線到零 然後變成速度是零 再從零出發一條斜直線 然後出去 那麼方向都為正 這樣的話看起來就只有選項B 符合我們的敘述 所以第31題問我們說 下列何圖最能代表當時列車的速度V 時間T的關係 我們答案選的是B